內地男星李葉豐因為多次嫖娼 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 事件轟動內地社會 各個官媒接連發炮 炮軍李葉豐 《人民網》14號再發評論文章 建議藝人撻房之後 除了道德譴責和行業懲戒 還應該提高他的違法成本 令到他承擔巨額的經濟賠償 令到他們輸不起 才可以更加有效已經效由 品牌方和影視公司 應該與公眾建立寧容忍的共識 明確合同條款 提前算好經濟賬 對藝人違法七德 加大撒賠力度 又建議對於某些故意掩飾 或者縱容藝人 不法行為的經濟公司 有關部門要加強聯合懲戒